郭德纲江郎采见 郭麒麟高情商回复 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办法不退步 托托的法尔赛发言 就连银河翔也在相声段子中表示 老郭倒退十年都没有人能追上 虽然这话听起来非常嚣张 但好像也是事实 毕竟相声能有今天的繁荣景象 大部分也是因为老郭 还是他一个人火了 不是相声火了 而是郭德纲火了 现在还有很多小剧场入不敷出 就知道燕河翔说的一点没错 其实郭德纲相声 从零五年开始是巅峰期 以次连续八天表演单口相声 技工传 盛况非凡 观众为了抢一张现场的票 不惜一切代价 欠下观众如同道点上班一样 每天提前几个小时进场 听书录音在散场之后 把不停蹄回到家上传音频 以至于出现一个怪象 当天表演结束后 金红传就会成为全网讨论最为热烈的时段 而近几年 郭德纲已经不怎么创作了 像是基本都一样 尽管郭德纲本人并不承认 自己向着创作的退步 但是从粉丝的评价中得知 老郭现在的作品和十年前的差距 不是一星半点 有网友表示 郭德纲的商演已经不能听了 全都是陈年老梗碎包袱 表演时语气平淡 每年基本也就两场能看看 风香和刚三十节 过去巅峰时期作品 像一幅完整的画角 不仅是好像 更能刻画出一个个活灵活现 有血有肉的人物 而现在 他的相声段子 大多是靠小包袱来制造笑点 完全没有以前自然 如今 邓音社越来越不像说相声的 更像是造型工厂 很多年轻演员 如果相声说的不行 那就会开始走偶像路线 比如靠颜值出圈的秦潇贤 当初黄空出世 相声水平一般 可靠着一张脸 就吸引无数德云女孩 从此 德云男团大开杀戒 不断上综艺 混脸熟 都是为了让大家能记住他们 尝到了商业化相声的甜头 对此 已经退出德云社的理清 曾隔空喊话过的刚 表示 如今德云社扩张速度有些太快 是组织管理这一块 对于运营这一块 他还真得 我现在是第一次 在出来以后 我借助媒体来说这句话 我希望他真的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给这个单位 带来一个扭转这种现状 高端的管理人才进来 否则的话 就继续是恶性循环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连评论 邓言社近几年为何拿不出好作品 真的要走下坡路了吗 热度也有明显下滑趋势 如今 看德云社的演出内容有点尴尬 除了老郭 其他拿不出几个有实力的 一些成员们 台上台下都绷着偶像包袱 德云男团什么概念 粉丝们也相声挨斗两头爆 结果是什么 大家也都看到了 什么都不像 相声不好听 纯属靠着流量掐烂钱 如今的德云社男孩们 有点颜值的秦潇鞋 孟赫堂 于是开始玩起来粉丝经济 靠着一堆德云女孩们的喜爱 不断在影评中刷脸 相声这门老本行就可以歇歇 而长得凑合的月圆棚 由于长得有喜感 混迹于各大综艺 甚至不断拍电影 还是不用说相声 现在 小剧里的演出 基本是看不到小月月的节目 可能是味大了 忙着挣大钱 相声也不再是中老年观众的爱好 数不清的年轻观众 也喜欢上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所以 导致如今 早已不再是当初纯粹的相声 饭圈粉丝的加入改变了很多 不管是相声脱口秀 还是其他语言类节目 吸引人的主要原因还是搞笑 除了每个演员的基本水平之外 还要有创作力 新作品 才是长久之道 但现在来看 等于社表演的段子 或者拿得出手的 被广为流传的作品 是少之又少 传统担子讲不过前辈 新段子又缺乏创新 目前属于是瓶颈阶段了 大家都怕 等于社团体完蛋 不是说等于社谎了 而是以后再也听不到好段子了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联评论 宋祖德曾预言 德云社2024年要倒闭 立马遭到了德云社粉丝的谩骂 对此 老郭也在采访中回怼 全程无脏字 宋祖德与郭德刚的不对付 从他发布的各种动态中 就看得出来有多恶劣 可他说的这句话 不是空穴来风 郭德刚暴露出来的问题 让人忍不住担心德云社的前景 而德云社的票价也越来越贵 甚至还一票难求 每次抢票就是一项大工程 一旦陷入饭圈经济 票价就会越炒越贵 因此也离观众越来越远 而最终 能够走进剧场去听相声的人 似乎早就不再是喜欢的观众 只剩下愿意掏剧款 为偶像应援的粉丝们了 有人也曾认为 郭德刚和众多德云弟子们 一度靠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在维系着相声事业的发展 事实也是如此 老郭带领相声走向一种新领域 可大家看到的 真的是最纯粹的相声吗 所谓物极必反 可能并不是没有道理 当源于民间的传统艺术 变成了脸赛工具 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 似乎也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同了 而宋祖德说 德云社2024年倒闭 已经开始慢慢应验了吗 对于德云社目前的处境 大家认为开始走下坑路了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